嗨,大家好,我是欢子 今天是大年初一,大家新年好 我今天中午终于等到12点钟 过后就买了一个火柴炮 这个火柴炮大家小时候都玩过的 这里面有很多这种的 然后小时候经常用这个炮去炸什么东西呢 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去回忆一下小时候的那种感觉 这个火柴炮就像那个火柴一样的 就滑就可以了 它是挺小的 小时候那过年了天天就会玩这些东西 这个火柴炮里面有大的有小的 然后这个威力其实不是很大的 有双截的 然后我们现在插到那个泥土里面看一下 这里泥巴我们插到泥巴里面炸一下 小时候最喜欢就是炸泥巴、炸牛屎什么的 哇,炸了,去看一下,去看一下 这里炸了个窝窝出来 这个泥巴是有点硬的 软一点那个泥巴会炸的更好看一点 再放一个放在这个瓶子里面炸 刚刚灭了,咱们重新再放一个进去 盖子不见了 刚刚那个盖子炸飞了 咱们再放一个这个泡 还不破 哇 这里有一个洞啊 咱们放一个泡进去 放进去 然后响了两下 响了两下 灭了 灭了,没冒烟就灭了 这里有两个盖子啊 咱们拿去把它盖子放 这个泡要是丢到水里面 它不沉下去的话 我们用一点那个泥巴 落点泥巴 然后放到这个后面 一点它就落下去了 然后跳下去了 稍微在动感觉 刚刚那个泡已经放完了 主要就是为了让大家看到小时候那种过年的那种气氛 现在长大了之后没有那么好玩了 小时候大家都用那个泡用来干什么 都可以在评论里面留言 喜欢我的视频可以关注欢子TV 我也给大家拍摄更多原生态的农村生活 还有更多农村的小时候的童年回忆 小朋友们放鞭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想看更多视频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欢子TV 感谢观看